台南新企区雍新社区裡面 有一棟風雨的污水處理槍 實際來跟現場看 發言說在替問時算海岩中 一樓二樓也都放了很多本省 加上周邊的環境是偏偏的地圖 地方跟社区民眾 就希望持戶要趕快來做處理 讓風雨的建築物 變成社区到體安上的時間 有關台南新企区雍新社区來 早期所設立的污水處理槍 以及風雨的建築物 前期完蛋比佑 第一月這季市府水理槍 何時可以依舊給副工所 來外發債理由 不就是在內現場查看 發言有阿嬤帶到孫子 來這裡算離棟遊樂設施 但是也歡迎這棟建築物 等於沒有人管理 曾經有多少生分的人在裡面 不知道他在幹什麼的人 在那裡面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 很可怕 再來就是那個貓啊狗啊 會在裡面 說不定他在裡面生一窝 我們都不知道 這樣子會造成環境污染 然後我們 其實這個空間對小朋友或老人 來這裡遊戲休息都很好 可是那是一個很大的敗筆在那裡 那我們 其實我們會覺得說 不希望它存在啦 如果 如果它不是一個正常的建築物 在這裡有什麼運作的話 不如把它廢掉 被灰氣的建築物 鐵門已經損害嚴重 我都控制民眾真理 來不一日樓也沒有電池 並且對風之後 很多本色和生活用品 更加上車賓環境是偏偏地單 引出電池 希望儲附冠金來做處理 讓風貝的建築物 會生為社區到在岸上的四家 外面這個公園 有慢慢的鋪設 這都跟公務局有要一些經費 慢慢包括我們的地磚 還有這些體驗設施 都是公務局來協助我們 可是現在一直 地方民眾一直要求 要活化這個 這棟空間 可是這棟空間 當初也講好要移播給公所 公所也高興的 很高興的把它接收 可是因為有這些財產 還有樓上一堆財產 這些都是一些污水處理的設施 我們要移播的時候 這些東西 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所以要拜託水利局 先把這些財產 釐清清楚以後 移播給我們的時候 再把這些像鐵皮都爛掉了 窗戶都壞了 什麼東西 包括樓上的地板破損 漏水 滲水的狀況 我們是不是可以一丁一併的處理 包括外面的燃焦場 我們都希望能夠重新的整理好 給社區民眾有一個好的環境 對於陰性社區 有自處理償奉公費的建協物 是有水利局 最近時間的上官單位 要來載一堂進行費戶 希望可以將建物 以後讓新市區公所為何管理 也將對社區外發利用 所以需要若求 以及上官經費 也會協助公所 辦理外發很嚴 記者 蕭建委的新市區 參謀不得